韓國的 schme 今天我要給大家來試試吃這個 韓國非常好吃的這個拉麵 我今天決定放棄減肥 我們一起去吃吃看吧 看看 就來把它放進去 我們現在就去嘗嘗看囉 好啦 那聽今天的放棄減肥之旅呢 我們在等這個拉麵湯 那個好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還是要做一下打招呼啦 對不對 那這裡是天拿下TV 我是妙心的Sky 聽一聽 那今天呢 這樣涼爽的天氣 大家都會想要吃拉麵對不對 還是只有天音想要吃 對 那我們剛剛就看到啦 天音偷偷去泡了這個 兩個非常好吃的拉麵 那今天天音就要來吃吃看 看哪一種比較適合在這樣子的天氣 一直在旱江散步的時候 我們可以吃拉麵 那聽 先來吃吃看 這個 它是有一個 是炸醬麵口味的 你看看 哇 它非常好 它現在已經 它還是沒有完全泡開的樣子 所以 一定要手動來把它攪拌一下 它是炸醬麵口味 所以你看它是 就是有一點 顏色是像黑黑的湯 然後 它有一股很香的那個炸醬麵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啊 調料包的那個料也是非常的 好啦 一定要來試吃看看囉 哇 你看 超香 嗯 就是 有一股 就是像天音這樣是不吃辣的人啊 非常適合吃這樣子的拉麵 因為它就是有一種打醬麵的味道 然後是甜甜的 嗯 然後其實啊 剛剛天音就是沒有把它泡對 因為它其實是要拌著吃的 所以應該要先把麵泡了之後 再把料放進去 但是其實這樣子 有那個 像水一樣的拉麵 它也非常好吃 我們現在吃吃看 我們現在連同它裡面的料啊 一起再來吃一口 嗯 太好吃了 這個時候就想要來 吃一點泡菜 就最棒 好 那我們吃完這一個呢 今天的重頭戲 這個就是韓國的國民拉麵 新拉麵 對 那天音其實不太能夠吃辣 然後 不是 剛剛工作人員跟我講說 這個也沒有特別辣了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來挑戰看看 我們來 它不會很辣耶 它就是有一點點那個 有一點點微辣 然後呢 它那個湯非常的那個 就是清爽的感覺 就是很適合 想要吃完很膩的東西 想要來一個很清爽 解膩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拉麵 其實也很好 就是它的 它的 它湯真的也很好喝耶 哇 開啟了新世界的大門 看來今天天音的這個 拉麵之旅 可以說是大廚工 兩款拉麵都是非常的好吃 那 不喜歡吃辣的呢 我今天可以推薦這一款 炸醬麵口味的拉麵 真的好吃喔 那如果你喜歡吃辣呢 或者你有想要在這個 夏天吃一點 比較體育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選擇這個 新拉麵 非常好吃 好啦 那今天聽這個拉麵大放送呢 到這裡也是差不多啦 那希望呢 想吃的小夥伴呢 也可以趕快去買來吃吃看喔 那這個禮拜呢 韓國又發生了什麼有趣的新聞呢 跟著天音一起來看看吧 那防彈少年團呢 在9月18號發布了自己的 迷你專輯 Love Yourself 這次的新歌啊 也是非常的好聽 那也是佔據了 韓國排行榜的一位 不知道各位粉絲 都有沒有聽過呢 那9月21號晚上啊 他們也是直播放送了自己的 打歌舞台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的防彈少年團 那這一週呢 他們也會陸續展開各大活動 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喔 那說完了我們的前輩團體呢 我們的新人出道組和 Garden Child呢 也是獲得了非常高的人氣 那不僅是在韓國 在日本的音樂排行榜中啊 他們也是獲得了一位喔 那經紀公司表示啊 在沒有唱片公司的情況下 就獲得了這麼好的成績 也是非常的難得 那未來他們也會更加用心的活動 那希望我們的小歌手呢 都可以走花路越來越棒 用更好的作品來回報大家囉 那說完了團體組合呢 那SOLO歌手呢 也是越來越多 即將要回歸啦 那BLACKBEAT成員PO呢 即將在9月27號晚上6點突襲 發佈他自己的SOLO單曲 那這一次呢 也是他第一次以SOLO歌手的身份回歸 那這一次啊 不僅是作詞作曲製作人 所有的一切呢 PO都是一手包辦啦 那天音也是非常期待 這個音樂小惡童啊 會給我們帶來怎麼樣的作品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喔 那今天天音的慢一拍韓語呢 到這邊就要跟大家說再見啦 那前幾天呢 天音也是突襲呢 因為工作去了一趟上海 上海啊 也是一直英語連連的 那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愉快地度過這個 9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然後用能量滿滿的心情呢 去度過國慶的假期喔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心情 那這裡是TEN ASHA TV 我是Musing in the Sky 我們下周再見 拜拜